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 站在神的一边 神给我们也不允许 耶和华以敬畏祂的亲密 神让我们跟祂有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给神让我们去敬畏神 敬畏神是一个基督徒非常严肃的课题 也是一个分享的主题 就像我们今晚八点开始看多顶约 我们有欢乐 也有欢笑 第一节乐门这是非常的情景 圣经里说了 十天里说 第一节乐门的何等的 就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我们不能在这里走出来这样的光景 我们又回到神的殿里 我们来思想神的话 神真的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的属灵光景又在哪个角度 就像我们的孩子们上大学或者上学 在外面朝城里玩 玩够了孩子们的课堂 好好听老师的讲课 来学知识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到神的殿 一定要求神带领我们 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 愿意受教顺福的心 一个人要得到真正的平安 有一个简价是这么说的 有三个条件 大家不知道想不想到 第一个要尽历史 第二个要互相尊重 第三个不要 就互相亏欠 缺一不可 历史也证明很多人 包括很多国家政府 包括很多的机制 都在造出来很多社会的机制 来试图 来变成互相尊重 互相亏欠这样的影响状态 但是如果首先我们不敬畏神 这些东西我们做不到 我们很难去做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敬畏神这个系列 第一节我们就要来分享 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主题经文 一起来读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此次他当选的道路 他必安然进出 他的后遇已承受地产 有华与清卫他人军力 他必将自己业的实施 却满了 就在那里面读 说 华那里面读 都要到我这里来 你试试一个月 就顺着到他 看你继续 第一点问吧 什么叫敬畏神 如果说敬畏神 就是很简单的话 是要找教敬畏神 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天 我们都知道敬畏神 是如此的重要 几乎就是第一堂课一样 敬畏神就很简单的说 你把神当作神 听见了吗 如果我们把神当作神 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 把神真的来敬畏神 是这个意思 敬畏神就是要跟神 把真正的宇宙的万物 这个创造者 把这位神当作这个神 我们来去跟他 要建立非常好的正确的关系 敬畏神不单单是害怕 不单是退去 实际上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 能够摸着神的心意 这叫真正的敬畏神 第一点问吧 我们为什么主人来教会 第一点问吧 我们为什么主人来教会 我们思想一下 曾经何时 我去教会 我也想过很多这些问题 为什么去教会 那么很四面的来讲 刚开始去教会有这些想法 多多地认识人 就是到了移民国家 上哪里认识中国人圈啊 所以特别是新移民来 我也建议去教会吧 教会知道有中国人 多多地认识神 来教会干什么 大家都在一起 多得到信息啊 对吧 能够互相分享信息 还有什么 来教会有时候要帮忙啊 你说这个 这里我们自己家的亲人也不在 我们当个家谁帮你啊 来教会认识人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帮忙 对吧 还有呢 很多基督徒来教会 就是像个基督徒 礼拜天的嘛 礼拜天的嘛 礼拜天的事章得礼 然后去教会像个样子啊 还有些经许呢 来教会是传道的人给面子 他给神个面子 然后礼拜天去了教会 神啊我去了教会了 我给你报道了 给你个面子 弟兄姐妹们 这都是一个负面的 来教会的一些想法 真正的来教会 为什么来教会呢 首先是为了听道 第一点嘛 圣经说你如果一个人得救 是靠听道 听道是靠传道 如果一个人不来教会 你怎么去认识这位真神 圣经的从来都没有什么 在家里能成为基督徒 没有的啊 所以第一个正面 来教会是为了听道 当然了 来听道你也想 人认识神 遇见神 也能为了亲近神 第一节目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 来教会也是为了参与服事 那么来教会呢 是为了也是母子 千万不要忘了 神要通过教会 要祝福我们 来教会神通过教会 这个他的心腹来祝福我们 当然了 来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人 一个敬畏神 这位神是值得敬畏的 你礼拜天主日 主日是主日吗 主的日子 不是别的日子啊 基督祝福到哪里边是拜 哪里边是礼拜天 礼拜天还可以 那是周日 这个主日就是主的日子 这一天就要分别为圣 所以是真正敬畏神的人 主日会来敬拜这个真神 我们来 主日来了 真的一个目的 就是在来敬拜神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图片之后 大家能想到什么都一样 看谁反应快啊 能看出照片想到什么都一样 阿们 这就是院士的场景 听见了吗 我们来了这个英英国家 这个场景是非常严肃的 我们可能是除了找的一样之外 这个场景是最冠冕贪宝每个场景 对吧 西藏俄语 打扮 我在多伦多曾经找个工作 找个技术的工作 打个领带 去面试 我想第一个帮个人做得到 九块钱的一个小小的技术员的工作 一大把人做的 都是这样打吧 第一节目们 我们求此面试的时候 我们的所谓的外观 所谓的准备 应该算是最高峰的一个境界 对不对 第一节目们 那么我们如果求此面试 面试足够了 我们也帮你拿offer 可以上班了 第一节目们 我们上班是怎么上班 在江南很多人跟上班很多年了 第一节目们 我们上班有没有迟到过 应该没有 这个资本家你迟到还得了啊 早退有没有 应该没有 起病假有没有 我曾经在有一个公司上班 11点班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病假 这个说法 资本家还有什么病假 哎呀 后来发现有人说这还有病假 每年有几次的病假 你不希望一点钱 我就没有享受过 感谢什么补兵啊 补兵怎么去病假 第一点 我们一般就是求此面试 上班啊 我们如此的认真 如此的去敬畏这个老板 我们跟圣经比较 圣经的这位神 我们跟圣经的教导比较 我们有没有去敬畏神 敬畏到这个老板 成这个样子 第一点 圣经里也有很多教导 很多让你们敬畏神 靠近神的一些教导 基督徒不可聚会 神的命令 我们基督徒应该尽心 尽信 尽义 尽力 爱主 爱人 无几 第一点 我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意 这都是老神常谈 我们去哪个家都不讲这些东西 对吧 基督徒要做当纳的奉献 第一点 圣经里很多神的教导 有多少人不像上班似的 不早退 不知道 不早退 不请凌驾地去认真地去 尊敬神的命令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第一点 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 包括基督教也好 很多教导都是一样的 就很多流行的一些说法 特别是很多挂名的教导 就有很多流行的方法 这个 这个他的观点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大家听一下 信就行了 不用受洗 有没有听过 听过 我曾经去回避教会 有一个人来了五年教会 牧师真是愁啊 你得受洗受洗 成天唠叨 人家就有个观点 信就行了 没有受洗啊 选的要干什么 彰显的东西干什么 第一点问问 信就行了 不要那么认真 有没有听过 我是听过 信就行了 信仰不是我的人生的全部 有没有听过 我也听过 我曾经受洗这部 圣灵真是带领我 真的有激情 想多学 想多参加服饰 就哪都想去 那么 曾经我在那个 联系叫Facebook 那个 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大学 一年级的那个 小小 小孩子 我上了他的Facebook之后 我们的一些交流 我发现 他是我的女儿 那个一个同学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的女儿 上大学的时候 去教会啊 哎呀 这是 很好的一个孩子 他的那个联系上 这个logo 就是代表标语是什么 Jesus is my capital 我很惭愧 这个小小的小孩 从小就认识 耶稣就是他的那个传长 耶稣带领他的 意思的生活 当时也有感动 所以我在当时有联署 我现在联署 关掉了 Facebook关掉了 当时我有这个Facebook 我的那个logo 叫做Jesus Life is all about Jesus 我真是有这样的感动 我们的整个生命 都是关于耶稣 如果把耶稣拿掉 我们这个生命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真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信仰 信就行吗 信仰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 那你还来信在什么 耶稣为什么定是这样的 第一点呢 80%的每一个基督徒 过信仰生活很辛苦 很累 或者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曾经参加过 西人的那个 布道会 因为那是没有 国语的教会 我就拿过去 去维持西人的教会 那时布道家 他讲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他讲这个道 他说北面这么多 觉得我过得很辛苦 第一点 为什么这么辛苦 本来不是信主有平安 有喜乐吗 信主不是信靠什么 你看国民的地上的阿爸福 天上还有阿爸福 我们应该是多喜乐 快乐 缺什么 又不足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 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 第一点 今天信主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大家觉得我们今天的信主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想侍奉两个主 这就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信主跟世上的人一样的 什么都抓 特别是信仰上一次的 两个都都抓 但是耶稣就偏偏就告诉我 从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侍奉两个主 你就是侍奉两个主 神就不是你的主 所以很多人流行这种说法 我在地上做好财主 龙华富贵什么都有 到天上就像拉卡路 就乞丐一样 到天上了 反正我去天上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流行的不拉平的教育 按摩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法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们不敬畏神 第一点 我们敬畏神 敬的不够 所以我们总是在一念拍五项 一念在敬畏神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分享一下 敬畏神 如此的重要 那么敬畏神 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一边 这是斩定阶段的 整个圣经 实际上都是使劫灵 使劫灵出来之后 后来又出来读律法 大家有多少人能够背下使劫灵 基督徒们 有多少人能够背下使劫灵 你不可拜别神 你只能拜一个神 然后呢 不可为自己调个偶像 不可望成耶和化你神的名 当上安息日 这前面事实上都是跟神有 当然了 消极父嘛 不可杀人 不可经营 不可偷盗 不可做整件证 不可贪恋 听见吗 这个就整个圣经的内容 那么耶稣到了新耶稣之后呢 把他总结成这两条 爱神爱人 听见吗 我们合唱不想去爱神爱人了 我们也想 但是我们不想去爱神爱人 爱得起来 我们还是敬畏神的 我们还是没有把神当着神 如果一个人真的去来敬畏神那天 你看 整个世界面前面 都是跟敬拜神有关 你把神当着神 神要你把神当着神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呢 他就知道 我无知 跟神有啥的不是 我无能 我也无力 觉得我不配 当时刘同志牧师 在那个去年前面的独道会的时候 他就第一次祷告说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灵 我当时也久得不配 什么都去不配 第一 我们不配 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这个恩典 是不配的恩典 我们本来都应该走向灭亡 耶稣基督上了十架 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 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心里就开始有柔和 谦卑 过着敬虔 生活 第一次简单 我们如果站在神的一边 第一 要做选择神的方法 为什么选择神的道路这么重要 圣经是这么说的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使他当选择的道路 我们走很多路 但是呢圣经告诉你 你必须选择神的道路 为什么神的道路这么好 他必指使生命的道路 指使我 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用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走神的道路 神没有让我们去 非得去穷乏 非得去吃苦 不是的神是为了祝福我们 让我们喜乐 平安 为了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在信仰路 信仰这一条路上有很多路才走 第一 一般的人走什么路啊 一般的人走自己的路 对不 特别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 就是走自己的路 我的路就是最好的路 对吧 不认识神的人 只求祝福 走自己的路 他才不管别的路 就是自以为 都以为自己是最对的啊 但是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这么高的 这是征演书 征演的十四章的 二节是这么说的啊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 第一看 世上很多人以为自己的路 是对的 但是圣经偏偏就告诉我们 很多人走这条路 都以为对 但是都是神之路 那么哪一条路 这是永生之路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道路是永生之路 就是用真理来 我们走神引导的那条路 是永生之路 所以我每次分享的时候 总是这个圣经端节 我放不掉 这个圣经端节一直拥有在我的头脑里啊 就是马太福音的七章 四三章 四三节 四四节 就说 你要进展 因为引刀灭我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但是呢 引刀永生那门是宽的 路是小的 宽的也少 第一点呢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个宽的路 平坦路走不行啊 因为世上人都走这条路 世上人里面那个都挺好 为什么这个路觉得很好 不服大家吗 我行我说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觉得好 就是自于我为意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都是走这个自己舒服的路 但是圣经就偏偏地告诉我们 这些路都是不对的 只有一条路对 为什么 因为只有神 让我们走这条路是对的 而且这个路是为什么 神又是想的 因为这个门是窄的 就是通过十字架 你不想通过十字架走这个天路里 那就是走灭亡之路 很多人走这条路啊 所以神也不强迫人 你愿意走狂妄大道 你认为对的神不强迫我们 你会发现 天上的喇叭和我 跟我们地上的人是不一样的 你说我们的儿子走 变地的路 我们还不得了啊 肯定要打两下 真的转多的转过来 神也不是不强迫人 我们真的希望神 到这个拿喇叭喊 哎呀你走的路不对 明天开始改正乱回来 神不是 神就是这样的 他也不只有一次给我 所以我们要面临神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直在听大卫高中的讲道 审判在后面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末日 知道这个真理的真相 知道末日审判 我们就会紧早警醒 不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呢我们如果一旦离开了 这个真理所说的这个唯一的神的道路 那我们就很容易走世界上的人的效法 别的道路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道路 现在特别流行什么 多文化 多文化啊 多包容啊 多宗教啊 那么基督教里面 产生很多别的神 异教的一些风气 就是成功神学 千万不要想看 多少基督徒实际上信了心学 可能就信了成功神学 并不是圣经的这个神学 所以成功神学 你不用付代价 你不用走私自家的道路 你不用认罪悔感 你就蒙福 你就会去走永生之路 这是不对的啊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神的道路 第一解论啊 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大家都记得大卫 我们现在正在读 很快就要读撒乌尔记了 开始讲大卫 被扫罗这个人猎王 开始要出了 大卫就选择了神的道路 大卫也不见得比你好 比你我好到哪里去 但是大卫就是走过神的道路 所以神说他是佛神第一的王 第一解论 大卫走神的道路 为什么他走神的道路 他在被扫罗追赶的时候 他几乎都有机会来杀死扫罗 第一解论呢 如果我们在洞里被人的追赶 敞在那儿 敌人进到洞里 他还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干什么 你肯定拿一刀砍掉 别人也不知道嘛 而且你也知道 这个神给我的天师地理 这个环境不是印证了吗 真好啊 神让我们把他杀死的 我们会杀死的 没有什么 这是人的弱解 自然的反应 没什么错 但是大卫选择了神的道 他并不是只看这个物理的印证 不只考虑自己的肉体的需要 自己的受难 他知道神 神的受到只是 不如杀了 神的受过者 你怎么可以拿到去杀呢 他就选择神的道理 那么大卫在已经两次这样的机会 第二次的机会也是一样的 他几乎就跟他的侄子 就雅兵 再次他的侄子一起去进了耳末的游地 都可以把耳末杀死了 他还是那一句话 大卫的杨一塞说 不可害死他 是有谁身受害 反应和好地受到者而无罪呢 第一节目呢 选择神的道路的人 他两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非常的不一样 大卫属灵上面成长的被追赶的这个时候 他现在的属灵越来越警醒 他越来越对神的东西比较敏感 他就知道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应该做 他知道他走的路是不是神的道路 第一节目呢 神也允许在新约圣徒 包括你我都在内 也允许我们走偏 信仰之后很多人会走偏一段 或者是软路一段 那么神也通过圣灵也经常提醒我们 神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对我们的罪敏感 我这样就是不对啊 我现在不是走神的道路 那么我们也越来越追求生命也丰盛 对神的生命的关系 对神的关系会得越亲近 我们会圣灵经常提醒我们 跟大卫是一样的 通过很多路说 神经常就带领我们 但是圣经的诱惑反例 扫罗就是恰恰就是反例 扫罗就是没有选择神的道路 神在《三菩尔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做了结论 贝利的罪跟行写数的罪是相等 王总的罪为拜虚审和偶像的罪是相等 你既宴起耶和华的命令 你既宴起耶和华也厌弃 你不作为 这就是扫罗 扫罗就是说他也是以色列的罪 但是他选择的不是神的道路 他选择自己的道路 以自己为中心的道路 所以扫罗有很多很多事情 让我们读过经的人都知道 他有两个女儿 第一个女儿叫弥拉 第二个女儿叫弥加 他第一个女儿就答应了 因为大卫已经帮他杀死了哥利亚 那个菲利斯文的巨人 所以扫罗就答应了 就是你杀了这个哥利亚的人 我这样给大女儿嫁给他吧 好了 答应了 但是真的要取这个弥拉的时候呢 扫罗就把这个女儿嫁给别人了 第一个女儿这就是扫罗 他不知道神的道路 不经历神 他才不玩这些东西 他弯了很多手啊 就是失去很多没有神的人 人的手啊 那么第二次看到你二女儿弥加 弥加爱大卫 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扫罗又在算算吧 哦 你既然爱我的二女儿 我也得让你做点好事情 实际上他说是 你不用拿拼你了 你就去杀死一百个菲利斯人 丁丁龙了 他在做什么算法 他就想让大卫 你去杀一百个菲利斯人 你可能就被杀了 他实际上就不尽为谁 所以他就把这个恩将仇报 那么但是呢 大卫呢 不止是杀了一百个菲利斯人 他杀了二百个菲利斯人 但是等米甲 米甲是嫁给了大卫 但是大卫被追赶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 扫罗就把他二女儿用 嫁给别人 这就是扫罗 看了扫罗了吗 扫罗已经有两次 几乎被大卫被杀 但是大卫是敬为神 选择什么道路 他没有杀他 但是扫罗是已经两次都经历过 被杀的境界 他都知道 他当时简单的悔改 没有彻底 所以他还是继续在做 甚至我们继续读 杀莫尔继续知道 扫罗甚至杀了八十五位祭司 这不可以吗 祭司不也是受到的吗 丁丁了吗 大卫是怕受到的 我绝对不能杀 没有杀手 扫罗是拿刀杀了八十五名祭司 这也是撒末尔记录的 所以撒末尔最后做了结论 听命生献行 你不要做表面的文章 你现在实际上没有信靠赏 所以大而少得的皇位就内容了 听听听吧 我们有时候觉得悖逆有什么不行啊 对吧 那么完后有什么不行 圣经说悖逆的行写书是一个罪啊 完后有什么不行 跟大卫公写书是一个罪啊 所以圣经一定要好好去读 你如果我们这么做 最后神就会骗弃我 神就会抛弃我 听听听了吗 选择什么道路 拿到新约圣徒 我们就去做 圣经是这么说的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其不自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与底吗 所以还想要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底了 圣经说的很清楚 没有什么推卸的余定 第一见吗 什么叫走神的道路 就是走神让我们走的道路 不要掺杂我们的思想 掺杂我们的想法 那么什么叫以世俗为有 世俗为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啊 我们的生活内容不是根据神 不算神的原则 不算神的方法 按世界的游戏的规则 按世界的方法 哥们一切啊 或者送你啊 或者你好我好 就这种以世俗为乐 并不是以神为乐 这叫世俗为有啊 所以呢 圣经说你世俗为有 已经是以神为敌了 你已经是神的敌人 你没有选择神的道路 第一见什么呢 况且 这第二句话 我用黄色标的 大家好好看一下 所以你凡想要与世俗为有了 就与神为敌了 这句话在说什么 上面是说与神为敌的人 就是与世俗为有 下面还没做 我还没有与世俗为有啊 但是我有这个想法 哎呀 我有这个想法 比如很多人软弱 他说基督徒经常软弱啊 我见过很多软弱的人 我自己也曾经软弱过 所以曾经软弱过 我也不去教会了 不去教会了 那么当然了 路上找了就可以找你 对吧 那不去教会肯定有很多原因啊 不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反正不喜欢这个 很多 第一点慢慢 软弱没关系 但是软弱就是想要 以世俗为有 就是说不太喜欢什么东西 反过来喜欢这个世俗的东西 圣经说你想要以神为有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会成为敌了 很严重的自己 所以软弱没关系 但是你尽快回头是二 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软弱 就是以自己 以世上的东西 去看得过于神的东西 情况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 以为自己有利 自己觉得对 自己按自己的方法来运行 这个就是叫 我们叫巴别塔 所以教会就不是巴别塔 巴别塔就是按自己的方法 为了荣耀自己 我们要通天 所以见巴别塔 教会就偏僻 不是 教会就偏僻 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怎么说的 万有都本于他 抵考他 归于他 这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容不得的自以为意 教会就是你自以为意 就是以神为底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我们七一圣徒 什么叫选择什么道理 不要 跟随世界 不要把世界的东西掺杂进来 来掺杂到你自己的主人生命 掺杂到你教会的服事 包括教会的运作 都是不对的 所以生的神 圣灵真的是带领我自己 我不知道别人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动 让我们每天真的是要 读经 祷告 赞美神 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的教会的目标 就是祷告的教会 宣教的教会 全新奉献的教会 没有一点错 完全是符合圣经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选择这样的道路 才是神的道路 那么我们真的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去操作 真的就站在神的一边 什么叫站在神的一边 就是排队排队 对不 那物理上排队就很重要 我们曾经以前的买火车票 都是很重要的 你去哪里买火车票 你要排队排队啊 对吧 你去网高屋 你排了去北京的 你完了 买了票 到了门口 哎呀 你去那里排吧 你要重新排 排队一定要排队啊 那么属灵生命上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一边 就真的站在神的一边 而不是在另外一边 那么圣经里就有这样的例子 知道金牛肚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金牛肚事件为什么发生 因为他们也都是经过神学培训的 摩西在那个西南山 已经差不多发了一年的时间 都给他们讲过律法 他们都是经过培训出来的 第一节目嘛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读经过 我们也祷告过 我们也团契过 我们也圣灵学习过 但是他们在石超的时候 一向就出问题了 真的去石超的时候 他没有站在神的一边 他们拜金牛肚 还准的是在拜神 神最后通过摩西说了什么 站在银门中 说凡数耶和华的 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 立位的子孙就到他自己 第一点嘛 我们在属灵生命中 敬畏神的人 真的要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每次每个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 这不是 还只有你站吗 我无所谓 都不是的 今天摩西站在这 而你信耶稣站在这一边 我看谁站在这一边 一样的道理 真的有这样的挑战 如果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你不能站在神的一边 你不要指望去见神的面的时候 你能站在我 站过我的 第一点嘛 我们真的要站在神的一边 所以呢 立位的子派就敢站在神的一边 只有他这个子派 而且当时站在神的一边 神就不开架了 立位子派站在神的一边之后 然后摩西最后说你得拿刀去杀死他们的弟兄 因为他们照着对的 就是拜偶像的那些人 所以那天被杀了有多多 被杀了有三千人 第一点 我们真不容易啊 他能够放下属地的感情 就和我们自己的丁顶 我们在一起 但是神哪可以让你发现 你真的相信耶稣不能到这边了 丁顶了吗 真是有在来挑战啊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说是基督徒 刚刚我们是也在拜基督徒 基督徒是我们认为这是耶稣 或者我们认为这是神 但是他不是在拜真神 他拜基督徒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说相信神讲爱 但是不讲公义 那么这个就是在拜基督徒 你好好看一下啊 我们相信有的人就相信神有求必要 但是他不管圣洁 我的生活一塌无多 我不能追悟 我无所谓 这个就是在拜基督徒 有的人相信神有荣耀 但是没有十字架 为什么十字架啊 我去教会就是为了助手吗 我有什么舍己 要有什么十字架 要对付 不是的 你看到吗 这就是在拜基督徒 实际上我们认为 他们在拜基督徒 我们可能也是啊 我们也相信神有管的创造 但是呢 我们不相信救赎 救赎你要去认识耶稣基督 你认识悔改 才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知道 大地很美好 神创造大地 就是让我去享受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心中可能也在拜金牛肚 金牛肚是很严重的事件 实际上是拜偶像 因为立位人站出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站在神的一边 所以神拣选他们 代替了以色列的投生的 所以立位人做祭司就这么做了 原来不是的吗 原来以色列的投生的人来做 再来侍奉神 这就是说我们只有站在神的一边那一天 才能被神使用 听见我们吗 我们真的被神使用 做神使用的事情 要站对牌 要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圣经里也有反例 刚才说的是这个 列比斯坦是正面的例子 但是可拉的叛变 在整个明书记十六上都在讲这个叛变 圣经里确实有这样的叛变 听见我们吗 那么可拉一长 他可拉是谁呀 你看列比的真生 阁下的生子以斯 他的儿子可拉和流变的子孙中 以利亚的儿子 大坦亚伊兰与比勒的儿子 这一批人还有什么 并以色列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同来干什么 攻击摩西 亚人说你们擅死赚权 全会众都是 你看全会众各个都是圣爷的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丁丁论吗 这就是挑战 这就是他们 你看这些人可拉这一批人是什么 他都是属于自派 他们都在这个圣殿里侍奉 你就把他抵御上我们自己 我们也来教会啊 我们也是他侍奉嘛 对吧 甚至二百五十个首领都是 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 都是教会的可能是 校图的只是长老或者传道人 就是都是这么名望的人 反过来他们的攻击 摩西一样的 攻击的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是用真理来攻击另外一个真理 你没发现 他说吧 我们会计都是圣洁的 是 如果你都圣洁可以 但是呢他在攻击你们怎么擅持赚权呢 摩西亚是什么人 神决选 就像上次那个扫罗斯被神高伍给毁要 你不能神决杀他 一样的 摩西亚是神亲自拣选的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东西 站在神的一边是如此的重要 如果很多现在的异端怎么流行 异端就是可拉这种叛变 就是异端的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 可拉这次也是以色列的后代啊 他也知道以色列的很多东西 对不对 异端的典型的骗局是什么 他是用真理去攻击真理 这是不得了 对吧 有圣经的话有攻击 因为夫妻之间有说也是啊 用圣经的话有攻击另外一个圣经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用真理来攻击真理 但是呢 他只是高级某一部分真理 用某一部分真理来抹上其他的真理 可拉这次呢 知道圣经我们人对应的圣经是对的 但是圣经也说你应该就是顺服掌权 摩西亚人是神拣选 但是他只讲圣经 但是不讲顺服 一样的道理 那么到了后面这个流变的几人在干什么 他们也另来啊 你将我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 要杀 也杀我们了 这七十小时 你还要自立回往 侠不了我们吗 看到吗 后面还有很多 可不连往接着有 你看你没有领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回忆 难道你要玩这些人的眼睛吗 我们不上去 我不服你怎么办 就这意思啊 那么就是刚才说了 前面那个可拉之子呢 就是属灵的权柄 就像教会的 我得做执事啊 我得做传道啊 就是属灵的权柄 我们教会小 可能没有这些事情 大教会那是你实施的名单你不能识别写 而实施的名单也不能识别写 因为他很多人就讲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是为这个东西 名声 可拉之子叫属灵的权柄 他叫这个东西 那很多人可能不讲属灵的权柄 这一帮人 流变的这一帮人是干什么 他说属灵的权柄 属灵的好处 你看到吗 我就要属灵的好处 什么属灵权柄我不管 我只要属灵的好处就赢了 他说什么 你将我们从流奶与米子地的地方 他认为埃及就是流奶与米子地 圣经什么时候说埃及是流奶与米子地 圣经说迦南地是流奶与米子地 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觉得埃及更好 你领我们这个特地吧 方野来干什么 就这意思 下面也就是说 你领我们来也没做什么好事啊 也没有领我们进去 也没跟我们分地 你还没干什么 这意思 甚至你说了 他说我不服你怎么来 你还我的眼睛吗 都控告了这个程度 第一点论断 这就是我们 这个他们 这个可辣之子 跟这个流变这一帮人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动静跟目的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造成这个情况 因为是失欲 刚才我们念了十阶命 十阶命的最后一个阶命是什么 大家记得这个 贪欲 贪欲是什么都有 圣经怎么说的 私欲既怀了开就生出罪来 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 贪欲一出来 我们的罪就开始成长 罪一怀了开我们就非要死 都说了罪的公家是死嘛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 最终都是自己的私欲来膨胀 造成这样的情况 第一听姐们 什么叫魔鬼 大家对魔鬼的定义是什么 魔鬼就是控告的 你们美国 我们属灵服侍律一定要经常记得 是不是魔鬼 魔鬼是控告的 魔鬼是杀魂的 任何一个无中生有 根本都没有东西 黑板东西都来攻击你 就是实际上是魔鬼的伎量 魔鬼是控告的 杀魂 魔鬼就是没有的东西 也就是编造一些东西来杀魂 这个就是可拉之子 他们在攻击摩西亚 就是因为这种魔鬼的伎量 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被判上 即使你在攻击摩西亚 实际上是在攻击神 他们后面的神 那么这样可拉的叛选委 有没有完事 他没有完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去读民宿记 可拉的事件到此为止 没有完事 反过来更加发笑 第二天 第一天发生什么事了 可拉之子叛选之后 他们已经被 二百五十多人 已经被地盘进去了 但是你看第二天发生什么事了 第二天 以色列的全会认 都向罗西亚发怨言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这点行为 第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属于关键 如果我们对读经祷告不感兴趣 我们对真理不感兴趣 或是我们真理没有去认真对待那些 我们可能跟他们一样的 百姓嘛 百姓就洗礼糊涂 百姓嘛就是也不好好去读经 反而就是跟风 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一项 他们就靠天然的感情 天然的那种自己的那种意愿 去抱怨 对你们看 抱怨就是不得了 特别是在神的家里抱怨是大事情 不要觉得抱怨是什么不行啊 我不满意我说什么不行啊 对你们好好看一下 抱怨是好大事情 抱怨不只是不满意这个教会 不满意这个教会或者神 因为这是神的家 不是我的家 也不是你的家 神的家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他们指责摩西亚文 就像他们昨天杀了这么多人嘛 他们就觉得摩西亚文杀了这么多人 你还都了把我们的百姓都杀了 这种意思 这种控告 咱们说了嘛 控告 杀谎是一样的 那么有抱怨 有埋怨就会出什么事 当时就瘟疫就出现了 听见你们嘛 瘟疫出现当时死了多少啊 一万四千七百 不得了 神会收拾结局 神的家神会收拾结局啊 就是因为 神的权明在神的前选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 我们会上站在神的一边 神的家都是神在掌管 谁想是 不是神掌管 你要去哪个教会 就是都是人掌管 你可以离开那个教会 真的 神的家是神的掌管 一定要明白 神的家是神在前选 没有一个人 就是没有被神呼召的人 不敢站在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 不是被神呼召的人 敢去大胆去侍奉 很难的 真的有神的呼召 跟神的简训啊 所以 埋怨出来了 神就会有什么事 神就会结局 结局是什么 后来我所拣选的大人 他的丈夫必发呀 这样 我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之息 不再打到我的耳中 神会结束这个怨言 怎么结束呢 神写出来 他的简训 他的简训就是 自己养人账发了一遍 你虽然有什么说的 自己养人账发呀 这是神规定的 神在证明 神主动的集中的方法 养人是我所拣选的 他养人是我所高的 你就不能向他报应 这意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 神在掌控 所以圣经都是说 神的权力跟拣选 我们要明白 主权交给神 我们身边在乎 准备报应 圣经主书 我们要交给神 神会来神是属于禅 我们做不到 神的东西 可拉之子 我们这一个 这个明书记里 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 丁严隆 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 可拉这一档 包括这个后面的 刘彦之范 还有那么多慧众 他们实际上是明知不范 他们已经都经过了 神学培训了 我都说了 他们一直在那个期待上 经过过说 所有的律法的研训 他们都懂真理 但是他又不明白真理 所以他们实在 明知不范 但是神为什么 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这就是圣经的所有教练 神允许好事坏事都发生 神只让我们发生 好事都好坏事都发生 但是不是 偏偏就是神 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为了我们的拆误 我们的旧的东西都要拆误 神为了我们建造 所以都是这样的过程 西乃山 他们都是鸿鸿烈烈 不然我们要过去加西 也要去参加布道会 第一见吗 布道会是大家都热情奔放 一呼召都去前面 第一见吗 这就是西乃山的律法宣布一样 博序的教导 大家很有热情 单单有这个热情够不够 够 第一见吗 黄雅加西夏列会 我属尼他们就真的成长吗 不见得 一定要经历旷野 以色列人这么多人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培训 一进旷野就出问题了 一进了旷野你看 金流口事件出现了 可拉茲的探变也出现了 我们的属灵征必须经历这样的低谷 跟这个旷野的试炼 跟这样的操练 我们才知道 这就是约伯基所说的一样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呢 我必如今今 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之后 我们成圣之后 我们就跟着今今 神允许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过程 我们知道了站在神的一边 要选择神的道路 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 站在神的这条路上 那么我们真的站在神的一边 要顺服神的权利 那么神的权利 我们具体怎么去操作 我们要真的有公开的见证 就是到哪里 人家都知道你是神的这一边的人 这是神的人 听见没有吗 圣经说你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神父面前认他 但是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父面前也会不认 第一点 神绝对我这么做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公开的见证 你说你信的耶稣啊 他就不是以欺耶稣啊 你没有公开的见证的耶 神不会认我们的 所以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耶稣 为我们主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小小的小女孩 她都说的机制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敢做这个见证的人 她就不得了欣赏了 真的要有这样的公开的见证 那么我们也知道 真是顺服神的权利 我们要做什么的道理 就是神怎么安排 我们去怎么做 看一下啊 神爱罪人 但是神是恨罪多 第一 罪恶是不得的 如果有罪恶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不见证 我们就拿这个身体 癌症病毒为什么那么厉害 癌症病毒拿掉之后 人家会变得健康 偏偏就做病毒 我们的罪中的 你拿这个来与才行 属灵上都是癌症病人一样的 你如果不认罪为了 把这个罪没有拿掉 我们就对病人一样的 属灵上在痛死 圣经是说 希伯来诗十二章在讲 耶稣基督怎么爱罪人 耶稣基督怎么恨罪 我们看一下 你去哪个教会都讲得很好 甚至很宽敬堂皇 爱罪人啊 但是要恨罪了 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 就像癌症病在一个人的肉体上 你说怎么拿掉 很难切割 但是圣经确实给我们这样的质疑 耶稣是怎么说的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你们疲倦 为心 思想一下 耶稣是怎么去忍受罪人 对他的顶撞 罪人当时钉死了十字架 耶稣还在忍着 还在忍着 还是为自己罪人钉死了十字架 最后上了十字架 最后还给他们祷告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就是爱罪人 他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但是耶稣呢 为罪相争的什么程度 恨罪恨的什么程度 你们为罪 恶相争 还要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听见吗 我们有没有为罪 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有没有 耶稣就是甚至为了罪 流血 牺牲 为了谁的罪 弥补的罪 他没有罪 看到吧 耶稣基督神跟罪恨罪恨到流血的程度 西班牙说才提醒我们 我们爱罪人恨罪恨要到这个程度才行 这个程度你才是赦出神所给我们的权柄 你才是真的是站在神的一边 因爹们 我们有没有敢 我们是要爱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敢跟罪恨相争 这个就是说是站在神的一边 你有没有敢站出来 在教会 在社区 包括我们的分享 包括我们的聚会中 敢站出来 有些人说的根本就不符合圣经 你敢不敢站出来 纠正 你是不是会爱于这个属地的情感 属地的感情 哎 他说我的朋友啊 我的配偶啊 我的家人啊 哎 我说他说他 是不是伤了他的感情啊 是不是伤了他就不好 听见 真的伤了一边 对罪恶应该恨的这个程度 罪就是罪 你说这个人在吸收这个东西之后 状况进癌去过 进了他的身体 你还不管吗 罪要恨的这个程度 才是可以的啊 有一句话 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啊 好好试一下啊 不管说话的是谁 当他说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有谁能回答 大家想一想 不管谁说话的是谁 当他在说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这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我编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这么说的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那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师和法律师人 坐在摩西的位置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 尊敬 但不要效果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这就是我们现实中 很多教会的问题 我看到这里有个朋友 我们两千里一起教会 有很好的朋友 我们经常去分享 我经常见面 一年能接近两次 我就问他 你现在过信仰生活怎么样 我说你们挺好 他说教会也挺好 人也很多 牧师讲到怎么样 牧师讲到非常的好 那是你生命怎么样 他说牧师讲到挺好 他行的也不行 第一点 这就是这个道理 看到吗 牧师讲到挺好 但是你在一直看他的行为 这个不是说别的 我也是这样 我曾经去教会 我曾经就牧师讲一句话 哎呀你能做到吗 牧师说一句话 哎呀你能做到吗 这就是这个道理 耶稣怎么说的 你不要 你只听他的话 不要消费他的行为 圣经已经给我们切分得很清楚 只要有人站在神的讲台上 传讲神的话 在座的人就听 你不要去弄乱他的行为 因为什么 我们接着分享 因为什么 一心结合 因为什么 也不是狭自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要群养的榜样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小的我们需要受恨中的神 包括很多传道人 包括很多门徒 包括很多宣教士 他们就是信仰的榜样 但是呢 他们会受更多的审判 他的审判不用你来操心 不用我们来操心 听见吗 这是不容易的 前面的人绝对是不容易 所以圣经所反过的那样 就多感恩 多扶持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管事了 那么只有传道人有问题 下面就没问题吗 我们怎么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看一下今天分享的主题 怎么站在神的一边 我们传道人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我们听众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看一下 圣经这么说的 哥林多前书3章17节 若有人回坏神的殿 神必要回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是你们 丁一姐们吧 刚才说了这个做师父的 做这个前面的讲道的人 包括这个牧师 刚才我们说了 我举个例子 哎 那个牧师讲道挺好 他行为不行 丁一姐们一样的道理 神在说 我们观众 我们每个听众 我们丁一姐们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不要去回坏神的殿 为什么来教会 来教会就像我们小孩上大学一样 我们想为什么上大学 不是那个好复的学习吗 有没有人想要上大学 就是拿个枪啊 就进入这个 就是什么 绑匪啊 去抢战啊 骑马 没有 上大学就是为了好好学习 一样的 我们来了教会 就是为了多吸收神的话 我们守秘生命要成长 我们过了五年之后 属灵成命还跟五年前一样 十年之后还是一样 我们就不成长 所以神在说 不要守护 这个是神的念 你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好好属于生命的成长 并不是来教会来 嚼嚼这个教会 这是如果嚼嚼这个神的会快点 这是很严重的神的管教 所以我们任何人 在教会里尽量不要把二个东西参长进来 也不要在教会里有一些分别的行动 因为神就是有这样的规则 跟他的要求 因为这样最重受审的不是你我 当然不只是你我 最重受审的是神和神的念 因为都说神的念 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啊 也毁坏神的见证 所以这个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 因为神最后审判 上次我们分享大学高生就讲到 最后我们面临审判神是根据哪个原则来审判我们 记得吧 用什么原则来审判我们 我们的说的话 我们的说的行为 所以我们每一次做的这个行为 都是跟我们有结果 是有关系的 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怎么去站着神的一边 那我要怎么做 你告诉我怎么做 才行 第一点明白 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有读经日行 导话日行 这个东西不是说为了拿一些很流行的一些说法 这真是时代 我们导话日行 独经日行 就是来过 敬畏神的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这也是我们教会绝对是站在神的一边 做神蒙神祝福的事情了 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 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运好学习经日行 你怎么去经日行 好好去学习 平生运 听你们说 怎么去经日行 好好平生运 圣经里 圣经里没有什么别的密决 不要也没有什么密决 我曾经就想要个密决 你就告诉我密决吧 读圣经太麻烦了 你就假一次 放个录像 全部明白 没有 你要平生了阅读圣经 你才明白 敬畏仪华 要不怎么办 我不读经就怎么办 不读经又怎么办 有什么恶魔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每个人自己进 如果我不经常读经 我们心高气傲 就偏你左右 所以我很欣赏 有一次解经家是这么说的 只要有一个人 哪一天不读经 他那一天就用自己的话 用代替神的话 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我这一天不妥经 那我就用我的话 代替神的话 这怎么回事 圣经你要真的平生来阅读 那你说有一天 我一天不祷告 那么这一天是结果的 这一天的结果 就用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意志来代替神的指令 所以真的要顺服神的权力 你要我们真的做的事情 就是靠个读经 祷告 第一点到哪里 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 这是敬畏耶路法 蒙神祝福的一条路 神应许我们 耶路法以敬畏祂的心力 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道路上 世上有很多路 不要走错了 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 那么我们也一定要 日常生活中要站在神 让我们走到那条路上 要站对牌 不要磨聋两可 第三点 我们真的受处神的权力 特别是教会 教会员不像社区 不像老板 你也可以吵吧 老板可以吵你 教会就不是 教会就属于家庭 我们也学会顺服神的权力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个不但是承受神的恩典 你就能看着他的脸 就能够留住我们神的恩典 他就变成一个蒙福的管道 你出过他能学到很多同性 所以大家都来敬畏神 这是我们的蒙福之路 因为神应许我们 神要跟敬畏神的亲密 感谢神我们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福分 能够非常平安地 坐在这个位置 这么安静的场地 来聆听神的话 特别感谢神 让我们明白 敬畏耶和华 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神也有应许 见神要为敬畏耶和华 的亲密 求神带领柔软我们的心 给我们一种谦卑柔和 愿意认罪悔改 可以受教顺福的心 来到主面前 领受神的教导 让我们日常生活 心思一念 时时刻刻 坚定地站在神的教导 路上 站在神所给我们 使用的道路 让我们平生 走神的道路 感谢赞美 奉耶和基督的名道 阿们 感谢神 我们今天有圣餐 教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福岛